它是最朴质无华的宝石 它是台湾最珍贵的宝玉 台湾玉玉矿的矿体小 出现地点又不规则 品质非常难掌握 经验老道的人很容易辨认出好玉 基本上就是要求颜色干净 没黑点 质地细密 感觉起来很轻 就像年糕一样 这么宝贵的台湾玉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为何会出现在丰田这一带 现今花莲附近在一亿年前 依旧是汪洋泥片 当时的海洋地壳上面 堆积了一些深海沉积物 大约六千万年前 台湾发生第一次造山运动 把其中少部分海洋地壳挤碎了 混夹在深海沉积物里面 造山运动挤压的力量产生很高的温度和压力 把深海沉积物变质成黑色片岩 把海洋地壳碎块变质成蛇纹岩 到了大约六百万年前 台湾发生了第二次造山运动 让这些石头第二次产生变质 最后蛇纹岩和黑色片岩 才逐渐被挤出海面 成为中央山脉的一部分 台湾玉和史前时代的祖先 早在五千年前就结下了情缘 到了三千年到两千年前 台湾玉做的饰品用具 几乎在台湾各地都十分流行 缔造了辉煌的玉器文化 那是个唯玉独尊的时代